正反模式 这是正反转切换 先是正转 正转模式先是 按一下 反转 反转的话它会一直在响 警报器会一直在响 然后这个呢是模式切换 模式1,模式2,模式3,模式4,模式5 又回到1 它有5个模式可以自己编辑的 然后这个是设置键 这设置键 有3个可以设置 这是正转 一阻力之后自动停止 继续设 这是左右摆动的 等一下 左右摆动模式 再继续设置 下一个 那这是预阻力之后自动正转 整个机呢有三个模式 好的 然后再按设置 然后这一个呢就是那个扭力切换的 最大扭力呢可以达到3.9牛 最低我们看一下最低是0.6牛 0.6牛就是最低的 然后再按设置键就这么调节转速 最低是125转 最高是625转 转速转速调节 设定就是保存了这个程序 然后接下来呢 如果你更换了机头 你就按着这两个键 它就会自动进入再按一下 它就会自动自动校准模式 下转完成后 滴滴两三 这是关机键 这个地方 没关系